我和男朋友一起穿越了 上一世我绑定仙界白月光系统 他绑定墨七少年穷系统 他没有灵根的时候 我在宗主怀里吃葡萄 他杀出万妖灵时 我在仙君怀里吃葡萄 他度过九道天节飞升时 我在天君怀里吃葡萄 嗯 你别说 这神界的葡萄真甜 后来他渡劫失败 拉着我一起去死 我和他一起重生 这回他先我一步开口 我要万人迷系统 我要躺平当后宫废才难煮 从此以后 我看得到血条 他看得到 粉条 笑死 他根本不知道这白月光系统 是PO纹里的 上一世 我和男朋友顾英一起穿越了 在主神空间 有两个光球闪烁着 一个是墨七少年穷系统 一个是万人迷系统 作为一个清澈愚蠢的 恋爱脑女大学生 我跟他说 这样正好 我当人见人爱的仙界白月光 你当霸气外露的三界之主 我们制霸仙霞世界 哎呀 磕死了我 顾英理所当然地答应了 等我们到了仙界第一大门派 清云宗的选仙现场 一身白衣翩翩 出尘绝俗的宗主清云上仙 认出了我是与他有过婚约 却因为探完流落人间的小师妹时 他眼眶都红了 我还没反应过来 就被男朋友推到陌生男人怀里 顾英朗生说 舒灵是我舅的姑娘 如今知道 她是先君未婚妻 理应物归原主 顾某不求回报 只愿能进清云宗修炼 拯救天下苍生 后来 我被白衣师曾囚禁在房内 不见天日之时 外头却传来前男友和女人说话的声音 舒灵爱慕宗主 主动投怀送报 我如今只是小小的入门弟子 又能说得了什么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我定是要闯出一番天地 证明给他看的 哇 英哥哥 你真是太棒了 娇软的女生中满是崇拜 我正怒火中烧之时 脑海中净传来一个声音 滴滴 尊敬的宿主 欢迎绑定仙界白月光系统 经过检测 如果三天内 不让青云宗宗主 青云上先进度条清零 您将被抹杀 什么进度条 我开口询问 马上 我不需要回答 满脸不正常 潮红的温青云便走进来了 零二 他嗓音里带着甜腻的沙哑 我抬头一看 他头上出现一个满的进度条 粉的发亮 回过神时 顾英已经如宝似珠的 捧着那白月光系统 偷文版 他毫不犹豫地 将系统光球推入体内 面容扭曲地朝我笑道 哈哈 舒灵 这外人民系统终于归我了 你们女人多好啊 靠一张脸就能上位 哪里知道 男人在外奋斗了有多难 如今就轮到你尝尝 那九天神雷的滋味 我不言语 直直走过去 将默七少年穷系统 送入怀内 滴滴 尊敬的宿主 欢迎绑定默七少年穷系统 如果完不成阶段任务 您将被抹杀 我在脑中问道 如果我都完成了呢 您将成为这个未免之主 人人都将仰望您 我勾唇一笑 如此便好 顾英不知道 她口中所谓的受苦 正是我求之不得的东西 她更不知道 女性获得的所谓宠爱 还有够她受的呢 重回到青云宗选先现场 见到上一世 把我求于深渊的青云上先 我忍下心底翻腾的仇恨 身边的顾英 却是满脸露出期待 这一世她绑定白月光系统 样貌更为柔和 看上去楚楚可怜 想来上一世的我也是如此 多么不要脸的男人 我心里冷冷一笑 在温青云视线看过来的时候 干脆利落地 把顾英往温青云怀里一退 顾英 这次就轮到我送你一程吧 顾英 我知你爱慕青云上先 我如今只是一名散仙 不能误了你的前程 我扬声道 眼里满是不甘和愤怒 只是你要记住 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末期少年穷 我日后必会取得一番成就 说吧 我也不管系统 要怎么把顾英一个男的 安排成温青云的白月光 转身潇洒离开 叮叮 脑海中传出一阵欢快的声音 恭喜宿主完成退婚剧情 获得秘宝 玄灵戒 笑话 这奖励可不比绝世武姿好多了 当初顾英靠着牺牲我 进入青云宗 可他自己三天打鱼两天晒网 始终在青云宗弟子 排名里不上不下 直到有一回 他在秘境中与同门走散 误打误撞地唤醒 这枚玄灵戒中的戒铃 修为才开始一路高涨 金屋城 一处普通宅院内 玄灵戒外表 只是枚平平无奇的白玉宿戒 我咬破手指 将血滴在玄灵戒上 滴谢 认主 普通的白玉戒指 差时流光溢彩 一名剑修装束的青年 出现在我面前 看模样只有18岁上下 却是一头银发 如锦缎般光彩独目 十分惹眼 唯独身影是半透明的 看起来随时会消失 传说中一夜斩杀千名死士 后面堕入魔道 身毁神灭的天才剑修 宋斐 阁下乃说我救命 嗯嗯 我不等少年的废话说完 就戳出剑 划上一刀 把伤口塞到他嘴边 闭嘴 喝 我诞生命令 宋斐不可思议地瞪了我一眼 随后乖乖照做 这宋斐也不客气 我让他喝 他就把我的血当水龙头里的水 等他喝完 原本虚无缥缈的身形 也变成了实体 我拿出一袋红枣 开始慢慢吃 宋斐 姑娘乃是我救命恩人 没错 我再次打断她 顺便涂掉枣盒 拍了拍手 大恩不言谢 如今你见魔宋斐 就是我的走狗 宋斐 啊 见他满脸困惑 我笑了声 我知你的算盘 你宋斐当年被人暗算 堕入魔道落了个 身毁神灭的下场 你最后一丝神识 留在了这玄灵界中 宋斐点头 姑娘原是知道 为报姑娘恩情 宋某生当云首 死当劫草 我纠正 错了 是走狗 宋斐一张白净的脸 胀的通红 半上说不出话 见我一直盯着他 最终才结巴巴地 从牙缝中挤出了一句 为报姑娘恩情 宋某愿 愿 当姑娘的走狗 我说 我叫淑灵 宋斐道 淑灵姑娘 我不接他的话 只吃着澡 宋斐在我吃第三颗澡时 明白了我的意思 这回他眼中闪过杀意 宋斐干巴巴地开口 为报淑灵恩情 宋某愿 愿 当淑灵姑娘的走狗 这就对了 我满意地拍拍手 看对上他要杀人的目光 又笑了笑 大名鼎鼎的建模 怎会甘心当一抹孤魂 我知你的想法 现在玄灵界已认主 我与你生死绑定 你自然得为我卖命 只是你位列仙君 我却是一散仙 这修为已是不如你 你心中不服 必然存了夺赦 取而代之的心思 宋斐表情淡淡道 姑娘把我想错了 我点头 确实 即便我修为高于你 只要有机会 你也必是要夺赦的 宋斐眼神一冷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我直指自己胸前 宋斐可是喜欢这个 宋斐表情飘忽片刻 最终还是忍不住 开口辩驳 书林姑娘莫要胡说 我叫主人 宋斐 主人莫要胡说 这称呼改了 气势果然弱了许多 我笑道 我知宋斐是不拘小节之人 但不是自己的身子 始终不习惯 我如今便与你做个交易 你助我修炼 我替你取还魂草 助你重塑肉身 可好 宋斐神情动了动 但眼中却透露出不信任 我问他 宋斐可喜欢我送你这礼物 宋斐只能点头 姑娘 主人然后 宋某自然感激 我笑起来 好 这礼物送完了 该说些歹话了 我端向着手上的戒指 又抬起手给他看 其实我也可以强行 吸收你的神识 想来也足够让我一招 突破五层境界 在这世间逍遥快活一番了 宋斐的表情 差时扭曲难看起来 没错 这便是上一世孤英的做法 那是他靠着吸收宋斐神识 不仅吸得宋斐自创的 无痕剑法中的一招半世 还成功杀出秘境 一战成名 但我真正觊觎的 还是宋斐的学识与建招 上一世孤英只靠着这一招办事 便能名震天下 我若全部学会了 岂不是真的能做到 佛党杀佛 神党杀神 我继续慢吞吞地吃早 宋斐沉默许久 最终表情变成了真正的恭敬顺从 宋斐 宋某院厅主人差遣 绝不心生妄想 我满意地笑起来 如此便好 说完 便把那半袋红枣丢给他 去 熬个红枣粥 记得要把枣盒都踢出来 宋斐表情变了又变 最终忍不住开口 主人 这红枣能补血 我知道 我点头 随后补充 但我爱吃甜的 宋斐的红枣粥熬成了一锅黑炭 我嘲笑他堂堂建模 竟是连饭都不会做 宋斐一怒之下 怒了一下 他如今命脉被我握在手上 又吃下了我画的重塑肉身的饼 自然拿我没办法 不过这小子金贵得很 险形全靠用我血中的灵气强称 过不了多久就要下线 我纵使要拆遣他 也要掂量一下 这体内的血够不够 无妨 我需要的只有他的学识 我所幸不再让宋斐险形 而是直接通过神识问他修炼的问题 上一世 我几乎一直被困在床围之间 在不同怀抱中辗转 哪怕他们一时兴起 要搏斗我一笑 也不过是 把我当作小猫小狗般 给些好听的封号和赏赐 这天地究竟有多广阔 应该如何修炼 我是一概不知的 我问宋斐 你当年是在哪里修炼的 宋斐声音傲得很 主人也想同我比 我乃天生仙谷 含金丹降生 一开始便是真仙 主人问我散仙如何修炼 我是一概不知的 不错 性子虽傲 但已经知道要叫主人了 不知宋斐何时才意识到 这称呼已经决定了 他对我说的话 无论如何都没有气势的 我也不理他的嘲讽 只是又问了一遍 宋斐犹豫片刻 才不情不愿地回答 万妖林 我吃下最后一颗冰糖葫芦 站起身拍拍身上的灰 走吧 我们去万妖林 主人 你越来越像流浪汉了 宋斐语气透着埋怨 像是我很丢他的脸 万妖林 是因宋斐而得名 万妖林本名杜木海 乃是一片远古密林 里面多的是叫不出名字的妖兽 据说 即便是化神器的仙人 也不敢随便闯入 后来十二岁的宋斐 被师父丢进杜木海 身边只有一把破剑防身 宋斐一个人花了十年 我问宋斐 宋斐当真杀了一万只妖兽 宋斐轻哼 主人不相信 我摇头 只是算你在这儿待了十年 平均一年要杀一千只 一天也只需要杀三只 更何况 这三只中可能也有老弱病残的 宋斐不理我 我伸手敲戒指 宋斐乍毛 主人这是不信宋某的实力 我说 我这是在夸你其能捕捉 宋斐 你说谁捉 我 这叫只要功夫身 铁杵成真 宋斐 你说谁是真 我不说话了 面前犬行的妖兽 有四人之高 周身被烈焰包裹 扑面而来的热浪 让我握紧了手中的剑 以火为食的妖兽 或斗 在万妖灵的最初几个月 我很狼狈 我每日东躲西藏 全靠宋斐指挥着 才能堪堪接招 如果不带上点伤 这一天都不算结束 有一回 当真是被逼上绝路 身后妖兽的嘶吼越来越近 我的身体却已经到达极限 晕了过去 这是我神势最为微弱的时候 宋斐当真趁虚而入 夺取了我身体的控制权 下时间 我随便买的剑身 闪耀出月色光芒 寒芒毕露 他的剑法 哪像我这三脚猫功夫 只是几招 那妖兽便命丧黄泉 我在石海中 看着自己大显神威 却高兴不起来 直至他找到一处安全的地方 主动将身体的控制权 让给了我 我心里松了口气 要知道 若非他主动相让 我是这辈子都不可能 再动一根手指了 宋斐冰凉的声音 自我脑海中荡开 主人很惊讶 宋斐既已答应你 就绝不食言 我缓了缓神 身上的疼痛让人想哭 但与我而言 却是安全感的来源 这是我自己的身体 我可以决定 身上留下怎样的伤痕 受怎样的痛楚 这些疼痛 并非为了取悦他人 而是 让我自己变得更强 主人 宋斐的声音中 多了几分担心 我笑了声 懒得活动身体 就这样 躺在枯枝败叶之中 宋斐可是看到我的灵根 宋斐不说话 若是 你真能重塑肉身 我用你的地方可就多了 我打去道 媚古天成 青云上现在第一回便夸过我 实在是修仙者的宝物 我天生就该修和欢宗 与强者和修 能助我功力大涨 亦能助和修之人突破境界 你 你既是这灵根 又为何要来这荒无人烟的万妖林 相处这么久 我此时已能听出 宋斐语气中压抑的害羞和担忧 我又笑了声 宋斐知道该如何修炼这灵根 为何刚刚不干脆去勾兰之所 找对了修炼法子 想来你就算用这具身子 也能活得肆意潇洒 宋斐没说话 我却知道他此时英识脸色很不好的 他作为剑修天才 又如何能忍受得了 承欢人下的修炼法子 我也不管他的情绪如何 继续开口 你不说话 可见也是不想的 你既然不想屈居人下 我又为何会想 宋斐像是松了口气 可负又纠结起来 你这有意绕远路 就算我倾囊相助 你的成就也有限 宋斐 你很担心我 我语气带着几分调侃 是有点 你一直这么弱 我何时能重获自由身 宋斐倒是坦诚 宋斐 我开口叫他的名字 什么 宋斐警惕 叫主人 我好意提醒 从刚刚开始 你就欠我四声了 漫长的沉默后 宋斐咬牙的声音传来 主人弱得像路边的蚂蚁一样 我随便就能捏死的 我何时能重获自由 我有些不高兴 宋斐 你学会记仇了 宋斐冷哼 宋某向来有仇必报 也罢 我叹了声 手指着剑 忍着浑身剧痛 摇摇晃晃地站起来 作为你的主人 我就让你看看 什么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在万一零的一年后 我对付这里的妖兽 已经如同切西瓜 一般简单 当我从万一零中 某处洞穴走出来 熟悉的系统声又传来 滴滴 恭喜宿主成功探索 动天秘境 积分加500 我甩掉剑上妖兽之血 这个系统 只要我突破境界 或者达成什么成就 我的积分就会增加 积分能够兑换的东西很多 有各种秘宝 神器 天赋 还有更为重要的 灵根 我这一年日日 在生死边缘徘徊 身上几乎没有一处 没有受过伤 不仅是为了逼自己 把宋斐的剑法 深深刻在身体中 更是为了攒下一笔不菲的积分 我想 如果真的是靠勾兰卖畅 提升修为 恐怕也不符合 这个系统的要求吧 系统 我如今的积分 可以兑换什么灵根 宿主目前已经有 37000点积分 可以兑换极品灵根 这世间 有几人是极品灵根 目前还没有极品灵根 一品灵根上有十人 我满意 又敲了敲戒指 我问宋斐 宋斐是什么灵根 宋斐有些奇怪的回答 一品金灵根 怎么了 我点点头 随后向系统开口 我要极品金灵根 系统 好的 您确定要将现在的天媚体制 替换为极品金灵根吗 我勾唇一笑 我确定 日后 当宋斐知道我是极品金灵根时 他眼睛都要瞪出来 指着我你 你 你了个半天 我吃着宋斐洗的葡萄 十分淡定地说 宋斐记住了 这就叫我命由我不由天 还有宋斐 你要叫我主人 主人 宋斐在万妖林有一住处 据说位于灵脉 即适和修炼 我本打算把那当作安身立命的地方 没想到竟有人抢先一步 我看着那两只 蛇妖将宋斐的旧居打理得极好 后院中的灵草 即是上品 我问宋斐 有人抢了你的旧宅子 你可生气 宋斐 我为何要生气 宋某离开万妖林后 就未曾回来过 任谁住都不关我的事 我淡淡地开口 宋斐应当生气的 说吧 便提见走向这件魔的旧居 剑指蛇妖 语气十分悲愤 我乃建魔宋斐旧时 是和人纠占雀巢 竟是污染了他的地方 我已是世间唯一的极品金灵根 这两只蛇妖并非我的对手 很快成为我剑下亡魂 我含泪舔包 干脆放火烧了他们 埋坑太累 宋斐给我布置的功课很多 我先绕着屋子转一圈 心里满意 又去后院看那些灵草 指着脊柱问宋斐是什么 宋斐接不打 宋斐 我敲了敲戒指 没有回应 宋斐 不再敲 语气沉了下来 依旧没有回应 我便不再离开 进屋去看自己有多少食物 想着今晚总算能睡在床铺上 当我生活煮饭时 宋斐终于开口 你 当真觉得我应当生气 他的声音不可置信 嗯 我敷衍硬了声 正在往灶台下塞柴火 你为何不能生气 没想到主人为了我 竟做到如此地步 宋斐语气既困惑又感动 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 放下手中的柴 拍了拍手 宋斐 你以为我是为了你杀了那两个妖怪 主人不是这么说的 宋斐语气困惑 我不由得笑出声 随后变成了大笑 许久笑累了才停下来 我若说 我就是为了你这屋子 不过是要名头好听一些 才说是替你不平 宋斐又当如何 你 宋斐像是气急 他此时若是能显形 当时脸都胀得通红 你就为了这种事杀生 是又如何 我语气透着不在乎 宋斐不也曾想夺了我的社吗 难道我不无辜 我如今不曾如此想了 宋斐声音变冷 那是我给你的好处更多 我吃笑 书林 你这哪里有一个女子该有的样子 她竟是连静称也不叫了 直呼我的名字 女人该是什么样 我的语气也冷下来 不是有一句话叫 最毒妇人心 我便当了这恶人 又是如何 怎么好的坏的 都被你们说了 宋斐 难道你还要我与他们 动之以情 小之以礼 等他们先对我动手 我在为求自保 不得已地杀了他们 你就觉得合理 可你是谁 我为何要在意你的想法 陪你演戏 你自己杀过多少人 心里难道没点数 我没有空陪你玩什么道德辩论赛 我比那些人强 他们占了我的东西 杀了便杀了 须得知 这世间怀毕也是罪过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我冷笑了一声 宋斐 我在这世间 不会讨好任何人 包括你在内 宋斐在那天之后 将近三个月没有理我 我不理他 依旧做着他布置的功课 期间依旧有危急性命的时刻 我也没有要靠他的意思 直至某一天 我正练剑 宋斐的声音凉凉地传来 挥剑的姿势错了 手肘不许抬这样高 我眨眨眼 从善如流地改了 至此 宋斐依旧如同往日般教我 我与他之间那种莫名的情愫 也完全消失 想来他如今 不会再用女人该如何的想法来看我了 我心中安定 便是替我收拾房间 也许实在看不惯自己的旧居被我遭见了一塌糊涂吧 我虽没钱 心里却不慌 这几年在万一灵中收集了不少好东西 只要能卖出去 也能让我过上吃香喝辣的生活 我低价批发 卖了带出来的稀奇古怪的零食仙草 气得宋斐牙痒痒 这个至少能卖二百斤 你怎么一百斤就出手了 这个不是雀蛇花 是上瓶孔雀灵啊 还有这个 我终于忍不住叹气 宋斐 你太吵了 宋斐气得哼了一声 主人是忘了 当初你为了踩这柱孔雀灵 摔下山崖 胳膊都断了 我仔细回忆 摇摇头 我忘了 你 宋斐气节 我掂量了一下钱袋子 觉得差不多足够充当路费 宋斐乖 我的语气温和 我摔断一次胳膊 也不是为了拿到孔雀灵能多卖一百斤的 那主人究竟想做什么 宋斐语气添了些迟疑 他终究还是问出口了 这三年 我不要命的训练 宋斐从最初的震惊到现在的默许 但从来没有问我为何拼命 可能在他眼中 对于变强的向往是如此自然 他一生痴迷于剑术 一心只想精进 最终虽走火入魔 可如今依旧是最强的剑袖 我却不行 这变强的想法 我是用一条命才学会的 自然是去干正事了 我笑着回答宋斐 将钱袋收入怀中 再次往青云宗的方向走去 三年一度的仙门试炼 就要开始了 三年一度的仙门试炼 我还记得上一世 顾英便是凭着入门弟子的身份 一路从初选赢到了最后 最终一举夺魁 甚至赢得了那位高傲的 乙哥上仙的芳心 至于我 则是在视野最好的看台 一面吃着青云上仙 为我包的葡萄 一面俯视着顾英 那时的心境如何 似乎有暗自的窃喜 但更多的却是惶恐 青云上仙虽待我极好 可在私底下 却是毫无联系之意 当时的 我还说不清其中差异 满脑子想着她 必是爱我置身 才情不能自已 看见顾英浑身是血 心里还在庆幸 还好自己运气好 不用遭受那些伤 可笑 难不成我身上便没有留下伤痕 甚至还有桃红的符纹 暗红的烙印 这些苦痛 不仅可怕 而且毫无尊严 如今我倒是期待 这顾英上一世 想吃到的葡萄 现在她觉得甜不甜 我现在虽有极品精灵根 但没有门派 这些门试炼 接受散仙报名 大多也都默认 是来看的乐子的 当然 是要拿命看的乐子 给我递来生死状的仙女姐姐 神情淡漠 仿佛我已经是一具尸体 我迅速地在上面 签上自己的名字 这时 人群中传来一阵骚动 看 那就是最近十分有名的 青黄仙君 据说是青云上仙的弟弟呢 青云上仙的弟弟 我寻声看去 那边的人果然是顾英 哦 如今是青黄仙君了 这名号我再熟悉不过 上一世 温青云抚摸着我的脸颊 眼中有绵绵的情谊 他说 以后我就改名叫青黄 云黄碎碎相和名 当真是好名字 顾英如今也是一身白衣 身形却是鲜瘦可人 半点没有练武的痕迹 但腰间配的是 最好的选于打造的剑 其余法器 样样都是极品 他虽是白衣飘飘 但周身好像都飘满了 金色道具的标识 我不由得好笑 他如今既已改名 又得了这么些好处 想来与温青云 当真是琴瑟和名的 身边的议论声还未停止 青云上仙 不是最疼爱这个弟弟 怎么舍得让他来参加 先门试炼 就是 这可是要千生死状的呀 我们修炼 不就是为了能像他一样 逍遥自在 这你就不懂了吧 青黄仙君是以新秀的名额参加的 直接进入决赛 啊 还能这样 出身好就是不一样 我怎么没有一个好哥哥呢 你算是吗 人家已经突破原因期 下场跟我们打 死的难道不是我们 人家这是让着我们呢 就是就是 你就偷着乐吧 人群中对顾英的规规 有羡慕的 有嫉妒的 还有更觉得不服的 这看来是犯了重怒啊 当初温青云也问过我 要不要参加这回的先门试炼 就当玩一玩 我那时也会一些法术 却觉得自己一个 从未认真修炼过的人 怎么能通过特权 去将别人踩在脚下 因此拒绝了 论脸皮 我果然不如顾英 这波文系统 简直太适合他了 所死 我报完名 便在山林中 寻了一个僻静之处 安营生活 没办法 再玩一鸣睡习惯了 这一时半会儿 还真适应不了人类生活 我正奇怪 宋斐为何没有开口说 我从乞丐退化成野人 后头回忆一下 宋斐似乎很久 没有说话了 宋斐 我敲了敲戒指 宋斐没吭声 也罢 你想说的时候再开口吧 我摇摇头 不打算继续追问他 究竟怎么了 又过了好半场 宋斐才开口 声音中隐隐颤抖 今日那位清皇仙君 主人可认得 我吃干粮的动作一顿 认得 那可太认得了 不过 我想起顾英如今的体质 偷闻的万人谜主角 这宋斐上辈子死得早 但天才见修的身份 难保不和顾英 也有一段牵扯 思及此 我只是普通地应了声 听说过 怎么 宋斐的声音更是不稳 没想到 没想到 还能再见到他 阿皇 果然 我宁神 将灵力聚集到戒指 宋斐化为实体 出现在我的面前 平日里虽看不见他 不过从他的声音中 我也能想出他傲娇的小表情 还有属于天才的骄傲 可是如今 他失魂落魄 无神的双眼中 隐隐透露出赤红的光 大名鼎鼎的天才 剑修宋斐一招走火入魔 剁为剑魔 我只当这留下的一缕神石 是正常的 现在看来 只是平时他压抑的好罢了 我没说话 依旧吃着自己的饼 但是左手往剑饼处靠了靠 如今 我有极品精灵根护体 宋斐的剑法学类有八层 再加上系统兑换的几样术法 未尝没有一战之力 宋斐看我的动作 他没再说话 而是慢慢调整呼吸 压下了眼中赤红的杀意 书琳 你觉得我会对你动手 宋斐语气听起来有些受伤 宋斐不继续说吗 你说的阿皇就是青皇先军 我的手依旧放在靠近剑饼之处 宋斐现在心情如何 我不在乎 我只在乎他 会不会当真又走火入魔 对我不利 我与他虽是共生关系 也相处了这几年 一时一有 可若他与顾英有关系 那便是敌人了 更何况 顾英如果也是他的白月光之一 宋斐就和上辈子 我遇见的那几个人渣 没有区别 只是死得早罢了 宋斐看了我一会儿 最终还是开口了 青皇先军 我不会认错的 他和阿皇长得一模一样 他 是我最重要之人 当初就是为了救他 我才会走火入魔 这是一个相当俗套的故事 宋斐与他的阿皇 是青梅竹马 不过宋斐 是天资聪颖的天才 阿皇却是他体弱多病 毫无自治的兄长 但他从小被兄长照顾 最终兄长遇难时 他为了救下敬爱的兄长 才会走火入魔 宋斐可是想与他再续前缘 我用食指轻轻敲着剑鞘 悠闲道 毕竟他这一世 看着也百无一用 没有你可怎么活呀 是我亲手杀了他 宋斐不离我的阴阳怪气 声音低沉几分 我停下敲击的手 探究的望去 他对我好 引得我亲近他 只是为了夺取我的灵根 那一次危险 就是他一手策划的 他拿自己的生命作为赌注 赌我会去救他 他苦笑 其实若他开口向我要 宋斐会给 我问 宋斐一愣张了张嘴 却把呼之欲出的答案 含在口中 说不出来 我不知道 最终 他颓然地开口 我觉得你会给 我轻笑 宋斐便是这样的人 看着高冷 其实耳根子软 听几句好话就会开心 宋斐面色微微泛红 忍不住反驳 主人休要胡说 但他的表情放松了许多 嗯 确实是胡说的 我们心自问 即便是对孤英最上头的时期 也不可能为了他献出自己的灵根 至于另外几位爱我之身的人 我的眼睛瞎了 他们夺取无辜女子的眼睛给我 我身受重伤 他们逼其他人 用心头血为我疗伤 我一身的灵剑缝缝补补 像特修四肢传 甚至不知道 自己还是不是淑灵 可是 明明伤害我的是他们 为何最终是拿他人的命补偿 不是没有想过反抗 但他们会睁大眼睛 近乎癫狂地问我 玲玲 你甚至还在生我的气 玲玲 不要离开我 我曾冷笑 让温清云把自己的眼睛还给我 温清云却带着深切的自责与痛苦说 玲玲 你恨我可以 不要拿自己生命开玩笑 我说 你把眼睛给我了 我就不恨你 可是有用吗 没用 我的话只会激怒他们 让他们恼羞成怒 却不会当真把眼睛给我 所以宋斐 应当也是不会把灵根给他的阿皇 宋斐 我又开口唤他 陷入回忆中的人 抬头看向我 等你这次复活了 你打算去找清皇先君吗 无论是复仇 还是 不会 宋斐打断我 十分坚决 我与他在无瓜葛 他只要不找上门 我就与他两不相欠 他欠你一条命 你能一笔勾销 宋斐好大方 我笑 话锋一转 若他找上门呢 也许你们的缘分还未了断 那便是孽缘了 他冷然 我会杀了他 很好 我心想 至少宋斐现在还是清醒的 若他有半点不忍心 我现在就会把戒指毁了 宋斐很强 我不想与他为敌 至于我和他那点情分 我不想赌 宋斐定定地看着我 最终叹了口气 舒灵 你为何如此防备我 因为我要杀死你的白月光啊 我怂怂肩 我怎会防备你 你如今还要靠我重塑肉身 他呼得凑近一些 我手握紧剑柄 他却按在我的手上 他的手很凉 我抬眼 面前的青年长得是极好看的 现在脸上却只有无奈 舒灵 你当真以为你的剑能胜得过我 我心中警铃大作 催动身上灵力 灵力包裹着戒指 只需我一念之间 就可以将戒指完全破坏 但宋斐没有对我不利 他的表情变了又变 英气的美景周一团 像是更纠结了 我不是这个意思 最终他叹息 舒灵 我是不会伤你的 我扬起脸对他笑 十分客套 宋斐字是最好的 还有 宋斐 要叫主人 宋斐的脸更红了 不是 你脸红的是 可以选择使用者去过的任何地方 使用便利 价格昂贵 兑换完后 我的积分余额只剩下各位数 没关系 接下来的是 我可以亲自动手 先门试炼 其实很无聊 无非是各个门派的弟子 互相打类台赛 看胜出者出自哪个门派 不过清云宗已经蝉联十年的冠军 所以 其余门派的心态逐渐变成了 没关系 第二名也很厉害啊 至于参加的散仙 无非是想要各大门派 看到自己的天赋 成为进入门派修炼的敲门砖罢了 至于决赛 那是想都不敢想的 因此 当我一个散仙 进入十强的决赛圈时 所有人都议论纷纷 这个书到底是什么来头啊 过去从来没有听过 你们不觉得 他的剑法很熟悉吗 对 你这么一说 我想起来了 他的剑招和剑魔宋斐的 有八成相似 难道他是宋斐转世 得了吧 剑魔那是走火入魔 早就魂飞魄散了 哪里有转世 还好他死了 不然这仙界 不知还得有多少血雨腥风 哼 得亏他死得早 不然我一定亲自解决他 什么狗屁剑魔 无非是孤名钓鱼之辈罢了 我听到他们议论宋斐 心里觉得好笑 我敲了敲戒指 宋斐大人还真是遭人恨 宋斐 哼 我不再跟他调笑 而是看向面前的对手 来自百花谷的入门弟子 名字 名字忘了 刚刚在和宋斐讲小话 不知名的仙子 长得很漂亮 一袭粉裙 周围飘散着花瓣 看着十分赏心悦目 只是他手中的双剑招招 角度刁钻 如同游蛇一般 非常难对付 不愧是能够晋级十强的狠人 可我的剑术 失诚送匪 在摸清了他的剑招后 便开始了反击 剑气滑破长虹 专挑他的破绽 他被逼得后退两步 脸上已附上薄汗 他知剑术不如我 便开始默念口诀 很快 我们二人站着的擂台 竟然长出密密麻麻的藤蔓 我暗道不好 心中默念 一柄飞剑从金光中浮现 已经没有擂台 只剩密密麻麻的藤蔓 看得让人头皮发麻 哇 创生术 哇 遇见飞行 必忧仙子可是一品木林根 这下那个舒灵完蛋了 那也不一定能遇见飞行的 难道天资会差 笑死 再怎么样 他也不可能是一品林根 要知道 这天下有一品林根的 只有十余人 除了必忧仙子 其他几位 可都是当了长老的 等等 舒灵是不是凭空造舰了 那是什么空间代理吧 怎么可能凭空造舰 观景台 清皇仙君坐在清云上仙身边 面容十分扭曲 可恶的舒灵 他怎么可能撑得过来 清云上仙听了他的话 却没有安慰 他仲没看着擂台上的舒灵 他是一品冰林根 又已是上仙 本应该可以轻易看穿 其余人的自治 这个遇见在空中左右 藤挪躲闪藤蔓的舒灵 他却无法感知 难道 木系真是太麻烦了 我侧身躲开 又后方袭来的藤蔓 又是挥剑一批 斩断左边的藤蔓 我有些不耐烦了 索性猛地操控飞剑 加速来到更高处 看着要追上来的藤蔓 心中默念口诀 煞时 数十禀光剑出现在我身后 我抬手一挥 他们直直刺向地面的藤蔓 随即高浓度的晶元素 一瞬间被释放 发生爆炸 无数燃烧的藤蔓被炸飞 而脚底下的擂台浓烟滚滚 等烟雾散去 凡人的鹅藤蔓终于消失 令我意外的 这位仙子竟然还活着 我眨眨眼 还以为死了呢 一道绿色的光照护住了他 不过 他手腕上的玉镯却断了 所有人都从震惊中回过神 随后爆发出巨大的议论声 我隐隐约约听到 金灵根 一品 不可能的直言片语 观景台上 青云上鲜脸色大变 他知道 这个书灵 绝对不是一品灵根那么简单 而在他身旁的顾鹰 则想到了 曾经在系统商城看到的 那一排天价商品 要知道 一品灵根已经是天价 极品灵根 是一品灵根的价格后 再多四个灵 而且灵根类别 只能兑换一次 他曾经嘲笑 说哪个傻X会买极品灵根 而且如果没有好的灵根 怎么可能赚到 足以兑换极品灵根的积分 那时 他想都没有想 就兑换了一品灵根 事实证明 后面也是能在仙界横着走的 那个在大学里 连800米都不及格的书灵 做到了 书灵下手极狠 遇到不服输的 非死即残 纵使温清云再怎么看中顾英 不愿顾英与书灵对上 可仙门 试炼是整个仙界的事 他纵使能靠威望 让顾英直接进入决赛 却不能让顾英临时退出 这说明清云宗怕了 顾英是他心肩上的人没错 可清云宗却是他的脸面 温清云选择要脸 在比试前 他给了顾英许多秘宝 说了许多担心的话 但最后一句是 黄儿 你要赢 不要丢了清云宗的脸 我当然会赢 顾英心中不屑 对他来说 这些仙人不过是系统操控的玩物 只是会说话的道具罢了 至于现在的舒灵 绝对不可能比他那时候做得更好 他一个女人 懂得默契少年穷的意思吗 肯定是走了狗屎运 用积分对话了什么 华而不时的高价一次性术法 女人 头发长见是短 只喜欢花里花翘的东西 在上擂台之前 顾英确实是这么认为的 我在与顾英对决的赛前 截断了我与戒指的连结 这样宋斐就被封在戒指中 既不能开口 也不能显行 只能看着 我绝对不会给他任何扰乱我的机会 至于顾英 温清云也许真的更看重他 或者是看重清云宗蝉联十年魁首的位置 他给了顾英许多秘宝 都是我上辈子没有见过的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撵着顾英打 就像打一条唇狗 随着顾英身上的伤越来越多 他的表情越来越狼狈 温清云终于坐不住了 清冷的室外折仙 打断了比赛 将顾英护在怀中 很好 就等着你下场英雄就美呢 温清云冷声质问我 你是那日在黄儿身边的人 好生歹毒 竟然面对熟人也能下如此狠手 我不理会他 而是捏碎藏在手中的传颂时 万妖林 某处秘境一记 浑身是血的温清云终于支撑不住 倒在我的剑下 可嗨嗨 怎 怎么可能 你究竟 什么来历 昔日风光济月的他 现在的表情阴狠 透露出强烈的恨意与恐惧 至于顾英 已经在一旁 进的气没有出的气多 同样是在瞪着我 温清云秀为极高 我自然讨不了好 最终还是仗着极品精灵根压他一头 同样一身的伤 但是心中畅快 看见这两人的表情 更是十分高兴 舒灵 你这个女人 到底用了什么方法 顾英同样是不敢相信 蠢男人 很难懂吗 我吃笑 因为我比你强啊 我走到顾英面前 用健身轻轻拍了拍他的脸 在上面划出一道血痕 黄儿 一旁传来温清云焦急的呼喊 他想要动 却无能为力 怎么 美貌直下降了 要惩罚了 我笑着问顾英 见他脸色苍白 更开心了 顾英 其实你应该感谢我 感谢我这么早解决了你 你还没发现吗 这个白月光系统 看似让人无差别爱上你 看似十分方便 但他的惩罚 可比奖励多得多 而末期少年穷系统 虽然逼着你完成任务 可除了积分奖励 完成后能变强也是实打实的 觉得凶险 觉得可怕 那是因为你是懦夫 完不成任务 不是因为系统不好 我居高临下看着顾英 也像看着曾经的自己 我告诉你吧 你现在不死 还会经历什么 瞎眼 断腿 隐忍 你所有苦难的报酬 只能换得他们的心疼 你觉得高兴吗 你觉得值得吗 别人的一句道歉 一滴眼泪 就能够买下你的眼睛 双腿还有一声 你自己的身体源 是 会有很多人爱你 哪怕这份爱是真的 我也不稀罕 哪怕当真有人深情一事 当你被这所谓的爱缠附全身 还以为是世界上最自由之人 这恰恰是你最大的不幸 你被宠爱 教导得不思进取 只被鼓励着 滑下去达到极乐 等你发现 若深爱你之人 无法护你 你又该如何 顾英冷笑 谁要他们的爱了 他们不过是工具人 是我的奴隶 你不会训狗 我会训 我一愣 随后忍不住苦笑 顾英啊顾英 在这点上你确实比我更强 我曾看中 天真相信的情爱 她竟是从一开始 就打算利用的 我重生一世 才明白的东西 在她的世界 确实一加一等于二 那么自然 何等冷血 何等无情 我不再与她多言 转而看向了温清云 我台湾 常见抵在她的心口 我问她 温清云 刚刚她说的话 你可都听清楚了 温清云表情痛苦 像是受伤到极致 却依旧深情 我不怪黄儿 能被黄儿利用 亦是我的幸运 真是恶心 我毫不犹豫地 声声弯出了 温清云的灵根 随后斩断 温清云痛得脸色惨白 咬紧下唇 一抹血丝 从她薄唇边滑落 当真像是落难的 清冷白衣世尊 温清云 我温身换她 没有灵根 你就要死了 想想你何等幸运 拥有一品灵根 天资聪慧 以修成上仙 创立清云宗 被整个仙界敬仰 你 真的舍得死吗 她的表情微微动摇 我勾起唇 用剑身抬着她的下巴 让她看向顾英的方向 语气愈发温和 温清云 你看 顾英却还有灵根呢 挖出来 就是你的了 原本重伤无法活动的 温清云手抬起来 握紧了剑 我笑着后退一步 顾英表情惊恐 清云哥哥 温清云 你想做什么 温清云流下两行泪水 她满脸痛苦 颤身跟顾英一遍遍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黄儿 我是不得已的 对不起 好熟悉 下一句话应该是 我爱你呀 我们合二为一 永远不分开 好不好 不愧是温清云 在挖出顾英灵根时 还能以爱的名义 若是她看看 她在做什么就好了 不过 顾英和温清云本质 应该是同一类人 这是我与你约定的 我将还魂草地给她 又道 这处好东西多得很 我已经看过 其余需要的物件都有 你今晚便能重新塑造身体 大名鼎鼎的建模 就要重出江湖 恭喜 恭喜 宋斐却不接 只盯着我 欲言又止 我知她想说 刚刚温清云和顾英的事 因此催促道 宋斐 我右手也有伤 这样干举着 疼着呢 宋斐连忙接下还魂草 还是问我 你之后有什么打算 我笑道 如果你要替清皇先军报仇 我之后便是逃亡 免得成你见下亡魂 我怎会为了他杀你 宋斐忍不住急道 你那时为何不与戒指建立连结 我跟你说了许多话 哦 我杨梅 宋斐说了什么 宋斐看了看还魂草 开口说 我日后可能继续跟你一路 可以 我回答得干脆 宋斐睁大眼睛 像是不敢置信我 答应得如此爽快 只是 宋斐要继续叫我主人 我笑着补充 宋斐沉默 扮赏终于咬牙 主人 等宋斐终于获得新的身体 他又挑了一柄合手的剑 挽了个剑花 果然英姿逼人 随后 他看向我 声音中隐隐有着得意 主人刚刚答应我同你一路 可会后悔 为何后悔 我反问 我宋某的仇人 这位剑修天才的眼中 闪烁着得逞的光 很多 非常多 我笑着摇头 宋斐 君子一言 司马难追 你莫要后悔就好 宋斐语气坚决 我自然不会后悔 可怜的宋斐 他只以为我复仇成功 却不知道 那位至高无上的天君 同样是我的仇人呢 我曾问系统 如果我把任务都完成了 有什么奖励 在我斩杀昔日的天君后 系统兑现了承诺 滴滴 恭喜宿主 成为这个未面之主 我笑了笑 提剑走出长青宫外 宋斐为我开路 他却陷入苦战 此时已有走火入魔的趋势 我抬剑挡下了他的剑招 以他交给我的剑法 与他过招 用他自创的心法 去引导一片混沌中的人 见宋斐慢慢恢复理智 我知道 他已过了这关 主人 现在宋斐称呼我 已经十分熟练 宋斐 你当真以为我的剑能胜不过你 我只笑着问他 后来某日 我正在看书 一旁的宋斐突然开口说 我想换个名字 我翻了一页书 问他 为何 宋斐道 宋斐这名字 人人都只喊剑魔宋斐 把我名声都喊坏了 我要知道 我不是那种坏人 我道 这个简单 我立即就下诏令 令全天下人 只能换你剑仙宋斐 或是剑圣 剑神 宋斐喜欢哪个 宋斐叹道 都不喜欢 宋斐此人 当死于走火入魔之中 我中火一事 想有个新名字 摆脱过去 这个简单 我笑道 你不是说日后便要咸云野鹤 逍遥一生 便叫阿贤 可好 阿贤 阿贤 这名字不错 宋斐愉快地决定 日后世间再无剑魔 只有阿贤这一闲散由先 这名字自然好 我望着正在替我沾花 做点心的青年 心想 阿贤 阿贤 他可不就是一个贤惠的 全文完